不要把我看成什麼了不起的人物 我就是一個平反的 不能再平反的小商人 在去年之前 我就跟你們一樣 是個普通人 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我就突然做 突然做這個事情 好像就 穿紅的好像是比較快 確實是比較快 我不知道我的優勢在哪裡 我到今天不知道我的優勢在哪裡 我沒有什麼過人之錯 我到今天還是個普通人 我到今天還是個普通人 我從我開始做自媒體 到接受各種節目的訪問 我接受節目的訪問 已經超過100個了 包括很多NGO的 包括視訊的 超過100個 我居然沒有犯過錯 我沒有NG過 我沒有NG過 我那時候在檢討說 為什麼只有這個本事 我那麼平反的一個人 怎麼突然這樣 我做這個自媒體之後 開始順 開始很順 我很少做一件事情是這麼順利的 不管做事業 然後上學讀書什麼的 我基本上 我是屬於要歷盡千辛萬苦 才能夠做成一件事的人 但是自從做這個自媒體之後 我確實有感覺到得心應手的感覺 我自己感受得到 而我唱那麼多節目 從來沒有一句話NG過 這個好像也不是 我本來也沒有那麼厲害 你不要不看得到 那這些人 我本來要可以看得到 但是我們在家 全部都不會看得到